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艺。 对于老人而言,子女是最亲近的人了,这其中的信任度也是没得说了。 然而有些子女对待老人却不是很好,甚至很残酷。 我相信你身边可能也有例子,是子女没有善待父母的。 所以说,父母子女关系,有时候没那么简单。 人老了,退休之后,这三样东西,保留给自己就好了。 没必要给子女展示,零邀你实际的财产数目,人老了,将来的钱都是留给子女的。 这话没错,但是那是人去了以后,而不是现在。 过早地让子女接手财产,只会惯坏子女,让他们不撕进去。 甚至有时候,把老人压箱底的钱都败光了,连看病都没着落。 举个例子,我认识的一个阿姨就是如此。 压箱底的几十万,被儿子拿去了挥霍。 现在这阿姨,是每天勤俭节约,生怕自己生病没钱。 本来这些钱,先留着养老。 未来给孩子,不是挺好。 都怪老太太心软,让儿子提前知道了,还拿了去。 所以导致现在,生活没有依靠。 真是可怜。 老人家,大多数都比较节约,也都比较心软。 有时候,孩子一开口,就把钱拿走了。 还觉得是帮了孩子。 但是这种无私,反而助长了有些孩子的贪婪。 最后的结果,并不好看。 零二,不要对子女的生活,过度关心,人老了,就该少操点心了。 只要子女的生活,不是太过分。 就是这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吧。 否则,自己要操心到什么时候? 他们的人生,理应他们自己度过。 而且,过度干涉子女的生活,只会让他们无法自立。 还跟家里产生矛盾。 举个例子。 我家里一位邻居阿姨,对待孩子的私生活,就过度干预。 她家的儿子,离异之后,都一把年纪了。 按理说,完全能够自己做主,来决定自己的生活。 但是这个阿姨,还要把儿子的生活管起来。 交往什么女朋友,要管。 怎么花钱,还要管。 你说至于吗? 都几十岁的大男人了,还这么管? 养儿一百岁,常忧九十九。 这份心思,让人感动。 只不过,过度的爱,会让人透不过气来。 要学会放手。 人到老了,多关心自己,少操心孩子。 更不要干涉孩子太多。 03自己不要太能干了。 人到老了,就不要太能干了。 有些老人,对子女的要求来者不拒,天天帮忙看孩子。 先看女儿的孩子,再看儿子的孩子。 然后再来一轮二胎。 试问一句,不累吗? 不能休息休息,自己一养天年吗? 一个老人太能干了,往往就会被子女叫去帮忙。 到后面,想要摆脱都难了。 举个例子。 我周围认识的老人, 有一位就是如此。 他家里孩子多,导致他孙子孙女,外孙子外孙女特别多。 随便一算,他看过的孩子都得有五六个了。 我想起来都头大。 还有自己的时间吗? 有自己的生活吗? 如果黑脸拒绝一下,是不是能早点摆脱这种日子? 人到晚年,别太心软了。 一听见孩子累,就跑去帮忙。 也别天天太能干了。 我知道的有的老人,甚至每天坐车好远,去伺候一家三口。 然后回家,常年如此。 这样下去,实在是太累了。 身体受不了。 人这一生,通透的人,总是能避开很多坑。 同样是退休的人,有些人能把握人生的精髓,活出精彩。 但有的人,却尾米不振,浪费了人生最自由的时光。 其实,退休之后的要紧是,只剩这三件。 把握好的人,人生质量都会上一个档次。 零一找到生活的重心,人退休了,时间大把大把空出来。 这个时候,会享受的人,会给自己找到新的乐趣。 比如画画写字,或者出门旅游。 有些人觉得这是不务正业,但其实不是。 本来就退休了,不用再工作了,为何不找点乐趣呢? 而这些乐趣,又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,何乐而不为呢? 举个例子。 我家老楼房那里,退休的老人非常多。 有些老人安排得很好。 早上出门打太极拳,锻炼身体。 然后菜场一走,买点小菜。 白天再休息一会儿,搞点兴趣爱好打发时间。 小日子过得美滋滋。 而有些无聊的人,因为找不到生活支撑点,就终日嚼舌头,议论别人家事。 最后搞得自己怨气爆棚,还招人烦。 真是没意思。 人在任何一个年龄段,都要有生活重心的。 这个重心,可以消耗掉人的时间。 否则,人就会空虚无聊到发疯。 人到晚年,虽然精力体力都下滑了,但是学点新东西,也不算难事。 就算是为了丰富人生,也应该尝试一下。 而不要呆呆们在家里,感觉难受。 02优化自己的健康。 如果说,人在年轻时,没时间照顾自己的身体。 那么年老了,退休之后,就有了这笔时间了。 每天不用工作,那么,早上拿出半小时散步。 晚上拿出半小时散步。 这还有利于降低血糖,不好吗? 而且,经常运动的老人,晚上睡眠质量往往更高。 不会睡不着。 这也是好处之一。 举个例子。 我父母在退休几年后,体检出现了各种问题,这才开始重视运动。 于是,坚持每天锻炼一个小时,除非下雨刮风,否则都要出门锻炼。 这种生活方式,最大的好处是提高免疫力,减少生病的几率,延缓衰老。 退休之后,人可以安排一些吃喝玩乐的内容。 但是,不耽误锻炼的。 因为本来时间就很多。 每天锻炼一小时,也不算什么太大的负担。 但是有一点,老人身体脆弱,还患有各种疾病,不适合剧烈的运动,和某些特殊动作。 所以务必在运动之前,咨询医生,得到许可后再进行。 这样风险更小,不会伤到自己。 零三修身养性,上面我们谈了锻炼,属于修身。 那么养性这件事情,我们也得提上日程。 为什么? 因为心理健康,情绪健康,也是很重要的部分。 举个例子。 之前带我父亲住院,看到有的老人,即便是躺在病床上了,依然一副火爆脾气。 我知道,发脾气这个事情,肯定有自己的原因。 但无论如何,发脾气伤身,是肯定的。 还有的人,总喜欢钻牛脚尖,想不开,也是对自己情绪的伤害。 这些都对自己不好。 人老了,很多风起云涌的事情都见过了,就没必要太计较了。 放过别人,也是放过自己。 否则呢,计较太多,迟早会在身体上反映出来,也可能会得各种疾病,反而不好。